主料,鸡蛋4个,白砂糖120克,黄油125克,低筋面粉190克,动物性蛋奶油140克,辅量,万月梅100克,盐4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材料,黄油室温下软化,低筋面粉和盐混合过筛两次,4个鸡蛋打散成蛋液, 将砂糖加入黄油中,用打蛋器打发致黄油颜色变鲜,砂糖融化,分多次加入蛋液,每一次蛋液都要和黄油完全融化再加入下一次,分多次加入蛋液,每一次蛋液都要和黄油完全融化再加入下一次,将面粉和黄油带糊拌匀,加入大奶油,将带奶油和黄油糊拌匀,加入剩余的低筋面粉, 将面粉和黄油糊拌匀,成蛋糕糊,将棒蛋糕糊倒入模具中,撒上烂月煤,放进烤箱烘烤,中下层上下火,180度飞烘烤50分钟,出炉放凉脱膜,接近使用,烹饪技巧, 一,黄油要提前在室温下软化,快速黄油可以用电吹风热风吹至软化,二,鸡蛋要用室温下,如果是冷藏过的鸡蛋,要提前取出,三,蛋液加入黄油中一定要多分几次,每一次都要和黄油完全融化再加入下一次, 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流水分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